最後如果你的簡報都做好了 要做什麼 要做輸出對不對 要嗎 請問需要輸出嗎 事實上不輸出也可以 你要存檔 可是 這裡 存檔其實我們現在都用雲端的 所以它其實 一個時間就自動版國會存檔 你根本不用做 根本不用做 重點在說有些時候如果萬一我的網路速度 不順的時候 因為這都在雲端嘛 那怎麼辦 所以其實如果萬一你簡報的時候你要怕以防萬一你可以把這個簡報下載下來 你看我們不是有放在那個 各位數學平台上有放那個離線版 對不對 為什麼要放離線版就怕說萬一網路不行 所以怎麼樣下載離線版請你從這邊來 如果你進到假設你沒有進到你的那個裡面的話 你看像我現在我的有比較多個對不對 假設我要用這一個 你可以直接點進來 你把它點一下就好 點進來之後會進到這邊 會進到這裡 有沒有一個download 有沒有一個download 在這裡 有看到 download 按一下 它會有給你兩個選擇喔 給你兩個選擇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 直接download 就是我們的present的檔案 也就是說 簡報檔 你們用 PowerPoint 有沒有 打包過 對啊 PowerPoint有一個功能叫做封裝成光碟 有用過嗎 沒有用過 比如說你看你用學校 比如說2010或有的人用到2013的有沒有 可是你2013的拿到2010打得開嗎 可以嗎 我不知道 但是2007拿到2013是打不開 對不對 用比較新的打不開 這個時候我們會怎麼做 就是 會把那個播放程式是包在什麼 簡報檔裡面 那所以你走到哪邊 不管他那個office版本我都可以播 這個叫做封裝成光碟 PowerPoint裡面封裝成光碟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 有些時候我們可能 比如說 好幾組 你同一組 可是每個人做的簡報不一樣 但是你們想要連起來一起播放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封裝成光碟 它就可以把你相關的檔案 政治字型 都把它包在裡面 那你打開就大家一起播下去 有些時候我們在做展示 那那個簡報就自動播放 好類似像這樣子 那 這個呢 它第一個選項就是這個功能 也就是我把那個播放程式把它下載下來 包括你的簡報 那這樣下載下來呢 你看download 它是一個eIP 解壓縮之後就可以用了 就可以用了 所以像我們在這邊 現在它有比較小一點 最剛開始它大概100M出頭 那現在的話呢 更小 只要50幾MB 像我們這個 這個 進來就這樣 直接執行就好了 你的內容都在content裡面 包括你的那些圖片啊 之類的 所以萬一你要用影片拿出來 那這樣整個的大小 這樣整個大小 如果有壓縮的話 大概是 50 12MB 解開來還是差不多100多 解開來還是差不多100多 可是這個你就可以不用在 上網的情形下用 這樣就比較方便 這是 一個 那另外那個存檔的選項呢 剛剛這個另外的存檔選項就是給那個桌上停用的 那個原始檔 這個我們就不管它 好 這是第一個 這樣你就可以把它存檔下來了 那如果有些時候你要列印講義怎麼辦 列印講義啊 所以我們簡報給大家看的時候有很多時候你會用講義嘛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它變成所謂的PDF 在這裡 Download as PDF 它就照你原本的那個 一頁一頁的會變成一個PDF檔 好變成一個PDF檔 那你就可以把它當作是獎勵來用 不過說真的我是沒有很喜歡這種方法 因為這樣子 有時候你 圖那個對的位置不是很好的話 就是你每一個磁帶 對的位置 沒有對的很好 它就會有一些有 重複到的 有重複到的 好所以這是兩種 各位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的一個方法 一個是變PDF當獎勵用 另外一個就是 當作離線的簡報 離線簡報來使用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 剩下的 這個應該還好 好 這裡有一個倒是各位 可以看一下的 對啦我剛剛那個沒有講錯3000相助 這裡還有一個 要 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萬一 比如說 像我在這裡 假設 因為我這裡有好多個簡報了嘛 對不對 那你每一個都從頭來 你要不要 不要因為有些簡報 我相信各位也有這樣經驗 就是某些簡報我覺得 我就算以 之前的那個違反本 我去修改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以這樣用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 像我剛剛點進來這裡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 save a copy 看到了齁 這個就是說 我這個簡報不動 我直接 定存新檔的意思 那我就可以 save a copy就變成一個新的檔案 直接去改那個檔案就好了 有時候我們會需要這樣子 會需要這樣子去做 好 大致上差不多我們 Place 你用到這邊應該就沒問題了 最後最後 然後 就剩下你的創意跟練習 老實講這個要練習 隨著練習就是說 因為 平常各位不常用 這種方式 所以 你可以試看看 當你想好了 想像好的你要怎麼做的時候 實際去做一個出來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的報告就直接用這樣試看看 好那現在的話呢 目前 有一本 中文的電子書 是在講這個的 我有把那個連結好像在各位講義上有 在最上面 中間的最上面 有一個連結有沒有 中間的最上面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這邊 我看一下那個我放在哪裡